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汇聪 陈玲玲回到汕头 受到家乡父老的热情迎接 2024年汕头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进社区 进农村 进机关 进校园 进家庭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一 农历8月初期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今年8月 汕头市友好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和柬埔寨 揭出丰硕的经贸合作成果 其中 在汕头市大健康产业协会带领下 广东天意冷链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与汕头市精心资补品集散中心有限公司牵头 与马来西亚燕窝产业出口协会及马来西亚燕窝加工厂工会 签约共建的中国燕窝港项目将落户汕头总保区 目前 这经贸成果初步落地 首批1000公斤燕窝以进口到汕头并陆续上架销售 记者在市区康润大药房门店看到 从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已经上架 东南亚有着完善的燕窝生产加工基地 而拥有1500万人口的潮汕地区市场潜力巨大 中秋将至 燕窝成为市场热销的滋补品 在马来西亚期间 我们深入各燕窝企业考察调研 成功以马来西亚燕窝出口协会成员企业达成战略合作 快速落地商务考察团成果 将马来西亚最好的燕窝引进汕头 成功入住康润大药房16家门店 并势力直销平价庄柜 以往药店销售马来西亚燕窝走的是批发渠道 而且从广州 深圳等港口进口 中间环节多 物流成本高 导致燕窝售价偏高 此次扇马签约在汕头中宝区共建中国燕窝港 通过高效的物流和贸易服务 实现燕窝从汕头港直接进口 有助于扩大产业规模 打造国内燕窝集散地 让马来西亚燕窝通过中宝区销往全国各地 为汕头外贸进出口带来可观的增量 通过参与这次考察团 让五师有机会与马来西亚最好燕窝企业直接合作 减掉所有中间环节 能够引进质量最好 且价格最低的好燕窝来汇集广大市民 像这款50克装的原来零售价要980元 现在同样品质仅需598元 降价近40% 中国燕窝港项目将在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同时展开合作 参与签约的广东天翼冷链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于2017年落户汕头中宝区 是目前全国中宝区多级独体功能冷冻仓储排名第二 广东省内多级独体功能冷库排名第一的冷链企业 能满足燕窝进口物流条件 清新资补品集散中心有限公司运营的 越东资补品集散中心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市场 为中国燕窝港贸易提供市场需求优势 面对全国贵系资补品市场的增长态势 此次合作将助推汕头燕窝产业的快速发展 不少商户也看好其市场前景 我们越东资补品中心的商户 现在在发动和组团了解跨境电商和直营模式 我们越东资补品集散中心联合马来西亚的燕窝工会 将在我市打造一个马来西亚燕窝体验馆 马来西亚工会将组团来上进行考察和洽谈 我们共同希望在年底前或者明年初能够在汕头 进行一场马来西亚的燕窝涨 汕头中宝区是越东现有唯一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具有免政免税保税退税的全方位优惠政策 中宝区将大力支持中国燕窝港项目落地 打通燕窝进口流程 将几燕窝加工储存分拨等于一体 形成完整产业链条 为企业降低成本 并以燕窝港为平台 进一步推动汕头与东南亚的经贸合作 目前也连接了全国二十几家大中型的企业 结合四中和保税区的政策 独步在推进 洛乎在中宝区减少了中间的环节 有一个中宝区的一个免税跟减税的一个政策 然后使得广大消费者能够得到实惠 也享受到从场地到我们这个用户的一个零距离的接触 今天下午巴黎奥运会跳水冠军谢思义 以及帆船运动员麦慧聪陈玲令 三名渗头级奥运健儿在玉归来 回到家乡汕头 收到父老乡亲的热情迎接 请看报道 欢迎谢思义哥哥回家 下午四点多 巴黎奥运会冠军 中国跳水队运动员谢思义乘坐的动车 抵达汕头南站 谢思义家人和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汕头体校领导师生代表到现场迎接 从去年开始吧去年到现在 也就是一年半一年半的时间 很开心啊 因为我感觉比上一次还要还要开心 早早等候的家人 在见到谢思义的一刻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奥运会比赛完之后 都还没见面 今天终于能见到了很开心 我基本上都是刷刷视频 他会发一些Vlog 然后就就跟大家分享他们的那个 香港行程啊 奥运行程啊 他的心情很激动 家常菜了 家常菜了 他很久没在家里吃 对对对 其实他就是想回家 有家的感觉这样 吃的就是家常菜 就比较温暖吧 现在心情是很高兴的 他能够回到家里 也是我们这一次 山头人民对他的支持 和鼓励 我鼓励他 继续往前冲 在巴黎举办的第三奥运之旅 谢思义从技术到心理素质 都更加成熟 上一届 东京奥运会完了之后呢 回来就感觉是一种 如是负重的感觉吧 但这次回来 我感觉 我的心态轻松很多 经历的 这些年的沉淀啊 而且上周期到这周期的 一个心态的转变 我觉得自己也有提升 这一届我果断的去做好自己 去享受我这一次 作为最后的一场表演 全会 粤港澳大湾区 所以这个队伍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 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我也希望广大的 这个青少年还有全民健身运动的能够一起参与到进来 我当然是很期待的 因为在自己家门口打比赛 今天下午 汕头级奥运健儿 帆船运动员麦慧聪和陈玲玲也回到汕头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水上运动中心领导 和帆船项目运动员代表到场热情欢迎 高兴能够再次跟大家见面吧 回家大概应该就几天时间吧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比赛任务 想接下来这几天跟大家好好地交流一下 然后跟大家见个面 互相分享一下这个奥运的比赛的一些旅程 非常荣幸跟非常放松和愉快 谢谢大家的支持跟鼓励吧 放松一下自己吧 然后趁这几天假期好好地玩一下 放松一下 然后尽快地回复训练吧 首次征战奥运会的麦慧聪 陈玲玲在比赛中顽强拼搏 获得帆船混合诺卡拉级第14名 他们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出色的技术运用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帆船运动的风采 和中国运动员不断超越自我 努力为国争光的体育精神 为深入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我是于9月9号到15号举办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 今天举行活动启动仪式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贤出席活动 叶贤在至此中指出 深刻认识和有力防范网络安全风险 切实助劳我是网络安全屏障 要强化责任担当 坚持系统思维 底线思维 创新思维 以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为抓手 把网络安全工作纳入全局工作谋划推进统筹安排部署 要走好群众路线 以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围契 及宣传网络安全理念 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推广网络安全技能 有力推动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的提升 启动仪式上 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为13家网络安全技术优秀支撑单位颁奖 同时市委网信办 组织开展网络和数据安全知识技能培训班 相关专家围绕网络安全和保密工作 为大家做授课培训 来自市委各部委 市职各单位 市个人民团体 中职省职驻善各有关单位和各区县等 约180名代表参加活动 2024年汕头市网络安全宣传周 将以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 通过举办校园日 电信日 法制日 金融日 青少年日 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活动 以线下普及和线上传播等多种形式 开展宣传教育 推动网络安全知识 进社区 进农村 进机关 进校园 进家庭 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切实维护国家网络安全 9月7号起 各国有企业网点 城市灯光秀 市馆公园 广场LED屏 及公交车 出租车等车辆 车载视频 均开始滚动播放网络安全宣传标语 视频 在全市范围内 形成网络安全 人人参与 人人有责 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 上头市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将在各级党政部门指导下 进一步团结凝聚会员单位 共同推动 我市网络安全事业健康发展 为推进上头高质量 发展贡献网安力量 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 我们将推出市民身边的网络安全系列宣传视频 为提高大众网络安全意识 做出贡献 今年9月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采取省局组织各式交叉 属地配合的模式 在全省开展2024年度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 9号上午 广东省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启动会 在汕头召开 广东省医保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陈启坚 汕头市副市长李昭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 全市各级医保部门经办机构和定点医药机构 要深刻认识 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重要性 各级医保部门与备检医药机构 要切实增强接受监督检查的意识 对问题不回避 对矛盾不遮掩 采取有利措施 抓好整改落实 要急之急改 例行例改 建立问题清单 明确责任主体 逐向对照检查 限期整改落实 务必做到 渐渐有着落 试试有回音 确保交叉检查工作 圆满完成 取得时效 根据检查工作部署要求 会议通过随机抽取和直接指定两种方式 确定我是被检机构 飞行检查组在汕头市将现场检查一家公立定点医疗机构 一家民营定点医疗机构 一家定点零售药店 省飞行检查组成员 广东省医保局有关负责统治 汕头市医保 卫生健康 财政等部门有关负责统治 部分医保基金社会监督员等参加会议 9月9号 朝阳区会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投资促进局 举办汕头市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区专题招商推介活动 与省内外30多家绿色新材料知名企业 共商合作共谋发展 新材料产业是我是三星两特意大主导产业之一 已培育出一批具备全国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影型冠军 当前我是布局建设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区 全力打造超1000亿元新材料产业集群 产业园区选址于汕头市承接产业有序转移 主平台范围内的深圳龙华 至汕头朝阳共建园区启动区 片区电热汽水以及交通等要素支撑充裕 将规划建设污水处理厂 变电站应急水池等配套设施 项目总规划面积近2100亩 建成后将与接洋大南海石化基地 汕尔委新材料产业园汇州大亚湾石化基地等园区形成年动 与我是三星两退大产业链条融合互补 目前总投资17.8亿元的园区基础配套设施项目 已启动勘查设计 园区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活动中 与会企业纷纷表示 汕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投资环境致意优化 下来将组团考察洽谈 齐级谋划全力推进 争取把优质项目带到汕头来 落户园区中 中秋节将至 也是承海临勤丰收时节 在承海张林 仅在全周边的临勤园 果实挂满枝头 果农忙着采摘上市 临勤采摘下来后 在常温下放置两三天 鳞片变黑变软 果饼可以拔下 果肉就熟透了 包开外皮 尝上一口嫩白的果肉 如汁四膏 满口芳香 果农表示 今年年勤产量和价格稳定 面积下锅 6000万公公公和价格稳定 往往经常 在忌亚时 最重要的 与 confirm 国家 他在乘地 每个人都不允论 将编撰广东省施工图审查分会10周年一书 推动施工图审查工作革新与发展 施工图审查制度实施20多年来 我是以施工图审查为主要抓手 强化工程建设项目质量安全 助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们全省是有73家会员单位 在全国来说是最大的一个 希望能够带领我们全省省图行业 继续坚守我们建筑安全质量底线 做好我们这个审查工作 近日回栏思想会系列活动之 汕头抽杀前世今生的故事分享会 在回栏书院举行 活动由市文明办 金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 市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 金品区文明办承办 市开部文化交流促进会协办 汕头抽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享有南国之花的圣语 活动中非以代表性传承人 讲述潮汕抽杀的历史渊源 制作工艺 种类文样 发展现状 现场展示潮汕首勾花记忆 开展宣传了让大家对这种东西有那么一个认识 大家都来关注这个项目存在的问题 希望它会慢慢的恢复到过去的状态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